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方晓 特约记者雄斌采访报道 一线采访江苏疫情 一天暴增5000例 近日 江苏不同地区多名民众对大纪元表示 当地感染病毒的人依旧很多 自己家族的人中招了 身边一些40多岁的壮年人猝死 还有12岁的儿童发烧病亡 有的民众从去年90月以来 常常听到送葬的哀悦声 主治医师 江苏一天暴增5000例 认证为交州市郊西街道 郊西卫生院综合内科主治医师的 德才兼备水医生2月3日发视频说 新冠第四波感染或在1月出现 在2月3日的另一个视频中 德才兼备水医生说 江苏一天暴增5000例 冬季病毒愈发猖獗 众多孩子不幸中招 医院科人满为患 家长们都急死了 江苏民众 12岁儿童高烧死亡 江苏民众张先生对大纪元记者说 当地发烧感冒的人很多 小孩子和老人更多一点 医院病人很多 前几天医院已经爆满了 好多老人和小孩都在医院挂号看病 张先生说 不少人感染之后 长时间病情反复 我有几个亲戚 他们的小孩感染后 到现在有一两个月了 都没好 一直在咳嗽 我有两个侄女儿 30多岁 到现在有两个月了 还感冒咳嗽 发烧 医生也没有说是什么原因 就说是病毒性感染 拍了胸片 说是肺部感染 张先生还透露 他的侄女儿告诉他 当地县医院 有个12岁的小孩 高烧 最后死掉了 小孩的爷爷奶奶 父母都到那个医院去闹 后来被派出所抓去了 说是小孩自己患感冒死的 与医院没有关系 为了平息事件 后来双方讨价还价 赔了一点钱 不少40多岁的壮年人猝死 江苏连云港周先生 告诉大纪元记者 我知道有好几个人猝死 年纪都不大 40多岁 平时没有什么毛病 也没有什么症状 很突然地倒下去人就走了 他说人死了就死了 没人查是什么病因 江苏苏州市民张先生 对大纪元记者表示 他的同事的孩子去世了 40多岁 说是心源性猝死 张先生说 他平时身体挺好的 人们都认为 跟打过新冠疫苗有关 打完疫苗有后遗症 他全身不能动 只能动眼睛 整个人就瘫掉了 张先生透露 同事的孩子 打完疫苗一年多 出现了上述症状 他到上海去治疗 上海医生就说 这是疫苗的后遗症 他说 但是当初强制你打 人们都被逼着打疫苗 江苏去年90月起 送葬的声乐不绝于耳 江苏环村民王先生 对大纪元记者表示 他住在很天僻的村子里 当地感染病毒的人比较多 他的两个亲姐姐都在输液 他的一个远房的亲戚 身体平时都是好好的 最近几天感染了 需要输氧 氧气瓶换了几瓶 一把氧气瓶 他立刻就不行了 王先生说 从去年9 10月份以来 常常从早晨 就听到吹喇叭 送病的哀乐声 几乎整天都听得到 清明前这种情况相当普遍 我在家里面注意到这一点 IP属地为江苏的武惠明的 日常随派1月12日的视频 介绍了当地民间 办理丧事的风俗 去年夏秋季的9月的开始 大陆新一波疫情再起 各大医院的发热门诊 水泄不通 后诊时间不是一小时来计算 而是半天 一天 甚至是一整夜 官方称 本轮感染的特征是 多病原体叠加 今年秋冬 而科诊室爆满上了 各大平台的热搜 但是中共官方对这波 持续的疫情三间其口 所谓的通报 也是语言不详 特别是对死亡数字 讳莫如深 今年年初 当地媒体报道 有群众反映 江苏省丽阳市 投聚自新建的丽阳市 上摇病疫服务中心 每天漆黑的浓烟 几乎遮挡了半边天 向远处滚飘散 和火葬场 距离仅600余米的 上兴镇桃花村 完全被烟尘笼罩 村民们说 2020年7月 丽阳市有上摇 和西山两个县城的火葬场 但当地人头巨资 拆迁征用了 上兴镇后王村的村庄 和基本农田 兴建火葬场 更为严重的是 焚烧尸体的时间 大大压缩 这些遗体 从运来到接走骨灰 有的约45分钟 有的约一小时 有的仅有30分钟 据村民反映 通往火葬场的道路 修建于雁东村旁边 每天天不亮 送葬的车队 就一路撒纸钱 放礼炮 名哀乐 从村前经过 村民长期生活 在哀乐和恐惧中 更晦气的是 送葬的队伍 还经常走错路 把铃车开到村里 有时甚至 直接开到村民家门口 2023年12月24日和28日 媒体两次到达 丽阳市上摇病疫服务中心查看 群众反映属实 这期新闻 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 谢谢